演戏攻略 皇后娘娘先是痛失了二阿哥 现在七阿哥也惨死 真是太可怜了 真想问问 编剧为何要虐我们的皇后娘娘 就不能给她安排好一点的结局吗 七阿哥葬身火海 这末后真凶是纯妃 其中原因就是皇上给复衡和尔情赐婚 纯妃以为这是皇后的意思 所以才会报复皇后 痛失七阿哥的皇后娘娘彻底崩溃了 像疯了一样失声痛哭 她质问皇帝她是谁 其实皇后是想让皇上安慰安慰她 她在这后宫里活得太苦了 没想到的是乾隆皇帝说 你是朕的妻子 是母一天下的大清皇后 乾隆虽然也心疼皇后 但是她的眼神里却充满了怒意 皇后听到这句话绝望地推开皇上 是啊 我是大清的皇后 自从册封那天起 我就侍奉太后 尊重皇上 善待妃品 普世谨慎 我怕行差怕错 怕被天下人指责 我贤良淑德 怕被皇上练弃 我不怨 我不怒 我也不恨 她替皇上 固好妃品 我甚至他们的孩子 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可是皇上 我得到了什么 我荣音一生没做过一件坏事 却为何又是这样的下场 秦岚是演的妇察皇后 把这段戏演义淋漓尽致 演技大爆发 看哭了很多人 如果当初 妇察荣音没有嫁入皇家 没有成为大清的皇后 那么她现在应该是儿女成群 享受着天伦之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